哈喽 大家好 我是泳儿 你现在收看的是5G频道 哎哟 这个什么天气来的 宝贝 很热咧 早知道就不要来了 喂 有凉亭 走 宝贝我们快点过去 莫莫哥 我觉得那个Betty有点奇怪 她是不是想做贵妇享风了 哈哈 谁叫我们是贵宾犬啊 她不扮贵妇怎么配得上我们呢 可是 我们的高贵 应该不会因为主人的装扮而影响吧 你说对不对 嗯 看看我们有形有款的主人吧 这叫做物以类聚 我们的主人真的很帅哦 摸摸狗啊 我要什么时候才可以长大 变得跟主人一样高呢 Coach 你不要傻了 我们是玩具贵宾犬 长不到那么高的 哈 因为贵宾犬有分为三种 就是一个标准的standard poodle 迷你 poodle跟这些是玩具 玩具型的就是最小型的 玩具型就是在这个witner level 就是below 10寸 在美国的标准 然后10寸以上呢 到15寸就是迷你的 15寸以上呢就是标准的standard 大型的就是 你知道吗 贵宾犬不只有不同的种类 还有各种的颜色哦 有嘛 我跟你都一样是褐色毛发的啊 贵宾犬基本上有分多少种颜色 黑色 白色是比较普通吧 然后就是棕色了 brown 然后棕色里面有分为三种 就是dark brown 跟红色 就是这种 momoko的就是红色 这个就是brown 然后还有灰色 还有银色 然后还有蜜色 普遍上马来西亚的人 两贵宾犬的话 他们最喜欢的什么颜色呢 就目前这两只颜色吧 红 红褐色这样子 如果在参赛方面呢 他们就会选择白色 或者是黑色会比较多 原来如此 怪不得 我看到有一些其他毛发颜色的狗 也跟我们长得很像呢 哎呀 如果都是玩具贵宾犬的话 都会长得一样啊 贵宾犬的特征呢 就是 比如说身形就是要四方 四方形 而且他们的骨骼就细腻一点点 嘴巴也小 眼睛就 也小啊 壁子小小个的 Coch 我们玩具贵宾犬长得那么高贵 那你知道我们以前是做什么的吗 我怎么知道呢 贵宾犬的来源是怎样的呢 马戏团做新的表演的 尤其是玩具贵宾跟迷你贵宾犬 可能动作明灵吧 玩具贵宾犬多才多艺 在任何环境都能表现出它的高贵 标准贵宾犬本来是被培育成猎犬的 而迷你贵宾犬和玩具贵宾犬仅仅是伴侣犬 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宫廷非常流行养标准贵宾犬 迷你贵宾犬和玩具贵宾犬则出现在十七世纪的绘画中 玩具贵宾犬在十八到十九世纪的马戏团中也十分流行 贵宾犬在十九世纪末被首次介绍到美国 但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才开始流行 并将最流行品种的荣誉保持了二十年 其法国名称卡尼切含义是鸭犬 描述了其原有的目的 不鸭犬 哦 原来我们是那么多才多艺的 怪不得主人那么疼爱我们哦 是啊 我们好幸福哦 Nikles 你养狗的经验大概有多少年呢 十几年吧 十几年 那第一只狗就是贵宾犬啊 对 第一只狗就是贵宾犬 那时候你还很小 为什么会开始想要选择 父母亲买给我的第一只礼物 可是我从很小很小就很喜欢狗 就是家里都有在养狗 然后就喜欢那些贵宾犬啊 类似比较可爱的 深刻的就是它们不废 它们从来不出生 一年半之内才听过它废了三四次 就是真正废的啊 超近的 这两只都超近的 然后养了过后到底有什么它的优点这么吸引你 让你十多年以来都一直在养贵宾犬 就是它的性格 我觉得贵宾犬的性格超好的 铺头的个性就是很忠诚的 与主人 而且它就是很活跃 就是很活跃 然后就很好动吧 又很聪明 非常好动 看它们玩起来啊 真的是不怕累的 对啊 出门特别开心的 可是它不会废哦 是啊 没有听到它鼻叫声 这两只就比较少啊 特别文静的 但是又很活泼 活泼 我本身身为一个宠物美容师 所以我喜欢更坏它的发型 可以剪像 Teddy Bear啊 然后可以剪那些比较龐克的样子啊 比较奇奇怪怪的衣 因为它的毛质非常适合来 grooming 看了这个 发型如果比较闷了 还可以换另外一个发型 它已经八岁多了 因为它真的真的是非常聪明 特别有灵性我觉得 它从小就 让我就是一种感觉就是 好像所谓人家讲click那种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人要拍 我就是喜欢这只狗 那只狗就是我这样喜欢 其实它长得也不是讲太漂亮 就是特别喜欢那只狗 就是可能特别有缘吧 而且它完全没有给过我麻烦 哎呀我们那么可爱 肯定讨人喜欢咯 那大家赶快都养一只玩具 龟宾犬吧 诶 那又不是说养就可以养的 让主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吧 要训练一只狗呢 就是要奖赏它们 就是拿它们最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 那些treats啊 鸡肉啊 鸡肝啊 平时很少吃到的 那么如果他做坏蛋的事情 捣蛋的事情怎么办 就要骂他 就要给他一个basic command 由他很小的时候就要给他知道 就是no 跟good boy或者是good girl那种command 他们会知道 骂就可以了 就不要打吧 我放工回到家里 他把我的鞋子咬坏了 我那时候骂他可以吗 那时可能可以尝试一下 拿你的鞋子给他修 就轻轻打他的嘴巴一下子 可能他 可能他会不晓得 他会不知道的 可能觉得你会在跟他玩这样子 可能他会在咬那个鞋 惩罚就是在一看到的时候 最好就是 惩罚他或者是骂他这样子 很难确定一只狗 长大后会不会潮啊 或者是静啊 聪明或者是 非常的顽皮啊 那类似 因为在性格方面呢 应该要四五个月以上 才能确认得到 在买小狗呢 最主要是 要看小狗的眼睛啊 眼睛啊 他牙齿 然后 他的骨骼 最主要是要活泼 小狗就是要活跃 然后 他的 怎么说 胃口要非常好 然后 看起来很精神的那种 就是一个健康的小狗 在市场上 很多 玩具贵宾犬 很多顾客都会讲 我买的时候是玩具贵宾犬 而且养大 可能是迷你啊 他血统如果小型的 他肯定你怎样吃 好像这个一直吃一直吃 都是不会大 控制食欲是一个不良的行为 我觉得 我顾客讲 诶 我的小狗不吃啊 诶 这么我的又吃 就是 因为他们 一不吃就紧张啊 对不对 因为必须 小狗必须给他吃啊 定时吃啊 喝啊那些 然后不吃就快点 拿一些鸡肉啊 罐头类似 这样一直掺 一直掺 所以狗自然而然 就变成挑食 我觉得 嗯 如果在处理大狗成全 呃 一岁以上的呢 可以试试看 呃 给他吃少一点 然后就 不给他吃一天 自己给他喝水 然后明天 就给他吃少一点 可能他看到食物 就会比较有开胃 因为很多 呃 寵物的主人 就是很疼啊 那狗啊 就给多多 可能他吃不完或过量 所以 他吃到他腻 所以他就没有那些 呃 呃 还要去吃 这样子 伲众